欢迎你回到这小时的新台湾星光大道 不说你不知道 上礼拜我们曾经聊过北极 那时候为什么聊北极呢 是因为温家宝 它不是跑去冰岛啊 跑去挪威啊 跑去德国 要去那边抢游来的 那个抢游是一回事 但是呢 那时候我们也介绍了 哦北极原来可以怎么样玩啊 有一些什么样奇奇怪怪的事情 所以很多人很有回应啊 那么其实那时候我们要讲说 哦北极熔冰啊 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啊 不只是北极啊 南极也在熔冰 南北极都开始熔冰 科学家呢 也都在研究这个会对地球的生态 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我们先来看 南极州威汉米纳海湾 以高大冰川级坐头巾闻名 最近有旅客游监此地时 却见证到了 令他们永生难忘的冰山内报 坐着橡皮艇的游客 刚好目睹它逐渐融化 几株众人还以为 已经看见了够难得的景象 没想到接下来 整块冰山直接崩塌 炸出了无数的冰块 尽管冰山东塌没有下落大家 但大自然发出怒吼 你我却不得不正视 美国太空总署NASA 日前发现了一块巨大的冰山 正从南极周西部的 松岛冰川上分裂出来 哈索产生冰山面积 将达到906平方公里 超过纽约784平方公里的总面积 研究发现 这个地区冰川分裂的速度 在过去十年中已经明显的加快 毫无疑问 与这里的气候变化 与海洋变暖有很大的关系 美国航太总署也将继续的密切观测 分析裂缝是否会危机航运 以及对地球可能造成的影响 好我们上礼拜讲北极 这礼拜呢讲南极对不对 结果呢发现哦 我们本来拿一个地球仪说 可以这样子的南极很好讲 没有哦 北极在这里也就算了 后来发现南极整个卡在下面 好难哦 那这么的神秘的一块地方 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们今天要请教现场的专家 先看到的是资深媒体人张友华 大家好 理由业者吴唐生 大家好 资深媒体人江中博 观众朋友大家好 资深媒体人黄敬平 大家好 好我们讲说这个北极啊 看到那个KK啊 K在这个最下面的地方 敬平 怎么又会有人讲说 我们什么人类的生命啊 陆地的生命起源 都在这个小地方 都在南极 从南极开始的啊 对因为科学家曾经这个 在这个南极 它那个距今达42万年前的一个冰心 发现里面有那个微生物的一个 就是细菌的一个生长 然后你提取出来之后 在那个实验室去做一个实验之后 它那个细菌啊 微生物还能够造成的生长 所以他们才会说一般你有微生物的起源 你有那个细菌的一个起源 你是不是又就有感觉 就好像人家古早找到一种生命的一种起源一样 那它是在覆盖在厚厚的冰层下 那为什么会长到南极 因为我们知道现在全球 现在那个这几年气候暖化的议题 非常的那个越来越严重 那南极因为这也受到这个问题 所以它每年南极州的西部呢 它每年大概会有七公尺的那个冰层 它不断的一直在消融当中 那其实呢南极的它有厚厚的那个冰盖 那冰盖呢其实是覆盖在 大概不超过五万平方公里一个陆地面积上 它本来很厚了 但我刚刚讲南极州的西部 因为它的一个冰架 大概每年又有二十个冰架 不断的在消融消失当中 所以越来越小越来越小 你那个覆盖的冰层啊 虽然没有像南极州那个陆地那么大的话 但是几个冰越来越小的话 它下面的底层啊 冰盖的底层 它受到那个暖化的影响 还有包括那个洋流海流 它那个暖水会进到它那个冰盖的底层 慢慢的让它冰缩小缩小 缩小到没有之后 那我刚刚讲这些有些科学家 南极虽然没有人在那边居住 但是各国其实都有在南极 派驻各那个专业的科学团队 气象团队在那边 然后他们在那边南极会去研究 包括我刚刚讲 取出了42万年前的那个 这样一个历史的一个冰型去研究 发现说里面有那个微生物在里面 而且这些微生物的树木呢 很惊人 他们在统计在南极 至少他们那个冰层冰盖厚厚的冰封 在冰层底下的那个微生物 它的树木至少是我们全球的 70亿总人口的1000倍 但微生物都很小很稀小 你不用显微镜 甚至几百倍几十倍的那个 那个实验室的设备 才还看不到那种东西 但是说明了说科学家在那边研究说 南极有这些微生物 古的这种古代的古老的生命存在着 说明了说南极不是说 没有好像完全渺无 当然现在当然是渺无人居 除了我刚刚讲的一些工作在 还有一些科学团队 气象研究等等团队在那边 他是有任务在那边 或者是去南极探险的等等探险家 甚至去观光 但是说明了说南极在那边 他还是有这些被冰封盖厚住的 这些生命存在着 只是说到了实验室之后 他又能存活 才会讲说南极为什么可以 还有孕育这种古老的生命 所以有华兄 我上个礼拜有看到一个新闻说 南极有一大堆一大堆的细菌 什么绒丸病一大堆细菌会跑出来 吓死人了 这样子我先跟各位报告一下 所有的地物地貌地形 都是因为南极而走 南极而起 南极我们发现的陨石坑里面 的的确确是有生命的迹象 所谓生命迹象大概是三种 第一个水 第二个是氧 第二个是二氧化胎 那这不是废话吗 但是你要知道 各位 因为我给各位看一下这张地图 这个是古大陆的漂流图 所有的现在他们认为印度 斯里兰卡非洲南极还有澳洲 这几个几大洲都是从南极分裂出去的 换句话说我们会形成七大洲 起因于南极还有第二个 现在南极它的问题是在于说 它的冰层大概是差不多3200公尺 它的冰层厚度 冰层大概3200公尺 现在已经变成2450公尺 那细菌他们认为它的生活应该在3000公尺 就是三公里的范围内 好三公里就覆盖的冰层里面 挤压不断的挤压挤压挤压 大概是三公里 好现在整个南极的冰层 已经到了2450公尺 换句话说100年来 大概溶解了将近600公尺 溶解600公尺那问题就来了 为什么全球90%的冰层都在南极 那换句话说换算成淡水的话 大概全球90%的淡水都在南极 如果一旦它融化的话 它会造成四个现象 第一个海平面上升 第二个万古细菌复生 万古细菌复生 然后第三个就是会促成地壳剧烈的变动 因为当年的造山运动 就是在侏罗纪结束前 这个盘古大陆你开始漂移 就是这张图 这是第三个 那第四个全球的气候会发生紊乱 因为它这些冰90%都是淡水 它一旦是进入到了 所谓印度洋大西洋跟太平洋的话 它会稀释掉海水的盐度 你海水的盐度一旦被稀释了以后 它的洋流它会弱化 那更重要的洋流的整个系统都会紊乱 所以各位看南极为什么是生命的起源 还有南极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故事 还有南极也是全球陨石坑最多的地方 这就证明了一件事情 就是说老天爷在创造整个地球的过程当中 他为什么要保留一个南极给你 就是说所有的起源跟毁灭都在这个地方 听起来好恐怖 而且听说中国什么南极底下还有火山 火山不是很热的吗 那也不可能喷发或者干什么 我觉得这听起来好冲突 对 所以科学家为什么都只关心北极 比较少关心南极 就是因为北极它有战略的重要性 有能源的重要性 我们之前讲过它有石油 它有天然气 它有煤 而且煤还是很棒的煤 那南极有什么 都是一些对有些细菌 对对这个所谓的一些缺能源的国家来讲 都是一些垃圾废物嘛 对不对像刚刚静明讲的 都是那些零点几几公里的生物 那些生物关我们什么事啊 细菌搞不好对人类造成威胁 人家也是生命 对但是你讲对了 人家也是生命 是在科学家的眼中它可是宝物了 很多人都不晓得南极洲南极洲 南极洲可是世界上第四第五大洲哦 仅次于亚洲非洲北美洲南美洲 大家没想到吧 大家都只会去非洲美洲玩 哪天也要去南极洲玩玩 那刚刚千年提到的就是说 我们只关心到冰上面的东西 现在我来带观众朋友一窥冰下面的东西 这是英国的火山学者李特 李特他叫他们的探险船呢 去看到了利用探测器呢 看到了南极洲下方的这些火山 大家不要看这个电脑3D绘图 看起来这火山好像很炫烂很炫目 它不只炫烂而已 它还很高 它从海底窜出 倩林你觉得几公尺 你不要问我 好我告诉你 玉山是台湾第一高峰了吗 大概也有几公尺 三千公尺 这座座都有快要避美玉山一样高 有的甚至还高出海平面 突出来五十公尺 你就知道它有多高 那我们知道这个下面的海水都很冰冷 但是围绕在火山附近的呢 就会有温度 所以就仿佛科学家昵称说 好像是冰冷海水中的温泉一带 而有温度就会有生物 所以刚刚我们讲的细菌是在冰里头融化之后 跑出来的 这是这里头不用融化 这里本来就有生物 什么生物呢 我来跟各位讲 比方说科学家找到了浮缠 这个浮缠 你看它这个角很妙哦 它的竹部会发光哦 而且它竹部还有软 所以变成说这个东西呢 你今天它的软就在这个上面 然后它受到惊吓的时候它还会亮 再来我们来看蓝海星 蓝海星妙就妙在哪里 它这个腕竹是会分裂的 它可以从1分裂为2 2要分裂为4 这是第二个 那第三个呢 我们来看这就比较好玩了 这叫冰鱼 这个冰鱼其实就指南极下方所有的鱼的统称 我们都叫冰鱼啦 它并没有仅限于是某一个 就大统称都叫冰鱼 这个冰鱼很妙 你看它是白白透明的 因为它 它缺血啦 它缺了红血球跟血红素 它比较少 可是妙的是科学家发现 它虽然缺 可能要多吃一点铁 它虽然缺 但它的心脏很大 它的腮血管也很粗 所以它比一般的鱼来的更容易带氧 心脏来的大颗鲲 对 所以这就是科学家发现说 这是一个很妙的地方 所以这些的生物有话 它们都不担心这种大自然的 什么严酷的寒冰啊什么什么 它们都可以survive这样子 它们都并不担心 况且中国大陆它为了要考察南极洲 它写了钢瓦纳古 就是我们简称叫做古刚 古刚大陆 那这本书里面它曾经写了 就是说整个南极 它平均的温度 如果我们就以夏季 你来讲的话 大概负27度 夏季 这个有比北极冷吗 我真的不知道冷太多了 比北极还要冷 北极到夏季 它最高温度 它会到达6度 可是它从来没有超过0度以上的 就是差不多都在20多度 负20多度 最热最热的时候负20几度 对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现在整个的南极的地底 我们还搞不清楚 除了火山 除了地河 还有一个南极 它未来它会随着地球的自转 会越来越膨胀 它越来越膨胀的话 只要各位晓得 只要膨胀一定要有热能 一定要有人认识 所以南极的海中 各位去看一下 它那个我们看过那种南极虾 就是海公号曾经回来 那个南极虾非常难吃 它都非常洁白透明的 洁白透明呢 就是它们经过演化以后 它们发现了一个重要的事实 它能够适应这种冷热的 气候的剧烈的变化 我给各位看一下 这个是基隆海边过去经常见到 这个是在南极排的 不是在台湾 就是海星海带 还有海草类的东西 就是动物类的 这种动物类的 各位看 如果没有冰的时候 如果只有热能的时候 它会非常的愉快 游来游去游来游去 可是一旦碰到冰柱的话 它全部都拟结 但是说也奇怪 当它漂流到另外一个地方 一旦又有热能的时候 它又活过来 等一下 它碰到冰柱的时候 撅起来 然后就再飘飘飘 飘到有热能 它又活回来了 对 它又回过来 就是说 这一种在地球上面 是非常罕见 为什么在地球上非常罕见 我们就拿人来说 人 我们看到奥地利的冰冻人 我们看到冰冻人 被冰了几千年以后 我们突然把它挖掘出来 它已经变成木乃伊 但是动物不会 动物就是说 换句话说 未来在整个气候 在极端气候的变迁之下 能够存活的 大概就是这些东西 还有包含南极 古大陆的这一些生物 而不是人类 不是我们类 这个吴先生你去过南极 刚刚这个有华兄讲到说 最热最热 也就是零下负二十几度 你去的时候是怎样 全身暖暖包 还是从头包到尾 还是怎样 导不至于 那个是南极的中央的部分 如果是平常的时候 它的温度可以到零下55度左右 但是一般要去南极的旅游 通常是在南极的夏天的时候 天气比较温暖的时候 那个时候 而且是在一般的旅游行程 是走到南极半岛 也就是它的边缘地带 那个地方的温度就比较温暖 在它的夏天的时候 通常是我们的时间 大概是年底 差不多十一月十二月 一直到第二年的三月 刚好跟我们颠倒的一个气候 那个时候的温度 大概是零下15度到零上5度左右 所以其实算是蛮温暖的 所以很多的活动就可以进行 而且很多的冰真的冰块会融化 然后很多的当地的生态 可以看得到 特别什么企鹅 这些海豹 甚至金鱼都可以在南极附近的海域里面 可以看得到 那这个温暖的南极夏天的时候 很适合航行的船只去探险 那当然刚刚钟博讲到 南极的夏头有这些火山 这些火山会有时候会浮到 它那个岩浆的热度会浮到 这个冰层上面 它不是休眠 不会喷 但是它会 那个热度会上来 所以一般的这个 由南极的船只探险船 甚至会有一个节目 让一般的这个民众下去 南极的海上面游泳 但是它的游泳的部分 刚好是火山的这个 温泉喷出来的地方 所以你会感觉到 有足够的温度 可以在那个海里面游泳 然后你刚好碰到这两个水 水域那个刚好是 净位分明的时候 一边很冷一边很热的 碰在一起的时候 那个界限非常的明确 一半是热的一半是热的 真的哦 那你有下去游吗 有有有 然后一般的船公司 会鼓励你这个旅客 下去游泳 游完泳之后 还赠送你一张 南极游泳队的证书 所以就会拿了证书 回来跟你的亲友炫耀说 我曾经在南极游泳 所以炫南极 不是要带暖暖包而已 还要带游泳衣就是了 其实一般这个南极的船只 它的里面的温度 是够暖和的 但是中间呢 还是会碰到这个 气候异常的情况 那这种情况 有时候温度就差异非常地大 有时候晚间 那个温度可以瞬间可以 刚刚讲的是平均的温度 这个零下15度到零上5度左右 但是有时候晚上会到零下20度到30度 都有可能 甚至会飘起雪来 对 又飘起雪来 静品刚刚这个中国有讲到说 这个地底下的火山 两位都有讲到 地底下还有湖 都是水吗 海就海了 还要分个湖 你哪知道这水是海还湖 其实在南极洲那个专探的那个世界各国的科学团队据估计已经专探出南极洲的冰城下面覆盖了就冰河下的那个湖泊据说有多达将近400个 那包括俄罗斯在内这些国家的研究团队 最近俄罗斯的这个科学家 他就专探了将近20年 花了这么长的时间 他们专探到南极的东部 南极洲东部 他们底下 有在它那个槟城的下面的3.8公里 就是3800公尺底下的一个 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湖 大概长250公里 宽50公里 它那个面积就相当于那个 我们就是美国加拿大那边五大湖里面一个安大略湖 对 然后它就是这么大 然后呢 它在这边专探到之后 科学家是很兴奋 因为它这个感觉好像专探到一个淡水湖 探出到淡水湖的表层 这有兴奋什么啊 他们希望说这里可能会有 刚刚我们一直讲一些南极洲的一些古远古的一个微生物嘛 然后一直想说 它会不会有包括微生物的存在 甚至研究是其他行星 是不是有一些生物存在的一些线索在内 它专探到这个湖呢 它是科学家当然是希望说 能够借由这个南极洲的环境 它是因为想说 是不是可以知道说 冰河时期以前就已经存在了一些 但是又没有办法用肉眼观看的一些微生物 然后借此呢 它用这样的一个科学的研究探勘的成果 来看看能不能有助于说 帮助他们寻找到像 比如说木星跟土星上 也有一些冰层覆盖的一个 卫星上的一个环境 或者是像那个火星上面 一个极地冰冒的一个覆盖环境 因为这些星球的环境 跟地球的南极的环境 非常的类似 反正跟俄罗斯科学家探到的时候很高兴 而且它这个地 因为接近低的还有一些温度 现在的话 俄罗斯的环境跟资源 那个科学部长 他拿到了这个南极的东湖的这个水 它因为黄色液体 水是黄色液体 然后装在玻璃瓶 他已经送给那个俄罗斯的总统普丁了 普丁是全世界拿到这个南极 这是最几乎是南极的冰层下 探看到目前已知最大的一个东湖 哇 现在不是讲说什么南极 连我们人类这个发源的起源都是南极 这个说法哪里来的 是因为有一张这个神秘的古地图 我们待会来看